要播出的是电脑影像处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电脑影像处理的第四讲次 这一讲次将为同学介绍第三章签选工具 第三章签选工具 在签选工具里头的话 当然包括许多各式不同的工具可以去使用 在上课之前 希望同学能够先把课本准备 并把它打开到第三章 接着为同学介绍我们的助讲老师 高婉婷 高老师 各位同学好 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 那从今天的讲次开始 我们将会针对工具箱里面的工具 逐一的做介绍与说明 那在这边一样要提醒同学 如果手边有电脑可以操作的话 不要忘记把Photoshop的软体打开来一起做学习 今天基本上来讲 在第三章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使用签选工具 在使用签选工具上来讲的话 它有分成所谓的几何工具 还有套索工具 魔术棒工具 另外路径 它也可以改换成我们的签选范围 所以我们也把路径工具 放在我们这一章里头 另外这一章的最后部分 就是有关于签选的修正 就是我们签选的部分 假如不满意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选取功能表 这里头有很多的功能 我们可以加以使用 加以进一步的应用 在这一章的第一节里头提到 我们可以按照我们作品 也就是我们的影像 我们所要处理影像 它所具备的各种不同的特征 使用不同的签选工具 那在签选里头的话 事实上在我们影像处理头 特别是影像合成这个部分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说我们对影像 做处理的时候 很少对说整张影像 做所谓的像色彩 或者说特效的处理 常常我们都会对影像里头 局部的部分来做 所谓的特效处理 那这个时候的话 当然就要先选取 我们所要处理的那一个部分 然后再进行 我们有关特效处理这些的功能 所以签选工具这一章 同学务必要熟悉的 好好的注意听 因为几乎在每一个练习里头 你都会应用到 我们今天以及下一个讲次里头 所要介绍这些相关的签选工具 那刚刚有提到 那些的签选工具里头 在我们今天会先介绍 三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就是几何工具 第一个部分是属于 所谓魔术棒工具 第三种就是套索工具 至于像路径这个工具 那我们就留到下一个讲次 再为同学介绍 下面我们就透过投影片 为大家介绍相关的细节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属于有关于 在举行工具的这个处理上来讲的话 我们是属于规则区域的这个选取 就是说今天你选取的区域 是属于比较规则性的 你可以用我们的几型选取工具 或者椭圆选取工具 至于假如是不规则的 不规则的选取工具的话 那你就使用套索工具 其次呢 假如说色彩比较单纯 这一类的不规则区域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魔术棒工具 这是三种碰到不同的状况 你可以使用不同的工具来加以处理 接着我们再看下面 在下面里头的话 我们就提到有一个 就是说呢 刚刚提到了 举行选取画面工具 椭圆选取画面工具 另外还有两个 叫做单线的选取画面工具 那单线选取画面工具呢 一个是水平的单线选取工具 另外一个是属于垂直的单线选取画面工具 那这个是在我们所谓规则型 规则区域的选取上呢 可以使用的四个基本的重要的工具 下面呢 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在每一个选取工具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都有一个呢 所谓的属性列 或者我们有的称为叫做选项列 那在上面呢 就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呢 有一个叫做新增选取区域 那新增选取区域 这边来讲的话呢 大家想注意看呢 总共有四种状况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最左边这种状况 叫做新增选取区域 比如说 在图面上呢 左边这张鸭子 我们开始的话呢 选取一个极形 当我呢 再去选取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呢 原有那个选取区域呢 就消失掉 那我产生一个呢 新增的选取范围 新增的选取范围 再过来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叫做增加字选取范围 增加字选取范围 那增加字选取范围来讲的话呢 我们看最左边 要看下面这个图 最左边这里的话呢 我开始画一个小方块的一些选取区域 然后呢 在右边 我再画另外一块 这时候得到的结果的话 就是这两块选取范围的呢 它的这个连击 也就是说呢 增加到呢 原有的选取范围 再增加新的这个选取范围 两个选取范围呢 是做一个呢 连击一起呢 都是当做呢 我们的选取的这个效果 选取的范围 第三个 第三个呢 称为叫做 从选取范围中减去 那一样看下面这个图 左边开始呢 我选取一个呢 虚线的部分就是 我开始选取的一个方块 然后 然后我再呢 左下角这边呢 再把它呢 选取一块 那等于用新的这选取这一块区域呢 减掉我原有的 所以剩下的部分 剩下的部分就是呢 我的新的一个选取范围 所以等于是说 用我新的这一块呢 去减掉原有那一块 原有那一块东西 然后剩下原有那一块东西 就是我呢 新的呢 保留下的选取范围 最后一种 第四种的话呢 称为叫做 与选取范围相交 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了解呢 相交的部分就是说 第一个选取范围 画完之后呢 我再画第二个选取范围 最后所得到的结果 就是呢 它相交的部分 就是它相交的部分 当然假如两个没有交集的话 最后那就是一个空集合 所以这四种状况 大家一定要加以熟悉 了解 那这四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事实上在后面 我们所用的选取工具呢 都是一样 既有这四种属性 所以你在使用选取工具之前 记得要先设定 到底要使用这四种的哪一种 这四种哪一种 那有关于呢 第一个几何工具的选取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暂时告一个段落 谢谢 刚刚为同学介绍 就是几何工具 它的使用 接着就请我们助教老师 为大家做这方面的操作示范 好 那有关于圈选工具呢 以及它相关的这个选取范围的这个选项 那我们就把画面切换到电脑画面上面 来实际的了解一下 好 首先 我们看到这个 Photoshop的这个视窗之后呢 第一个我们要先在左边的工具箱 好 左边这个长排的这个工具 就是我们所谓的工具箱 里面找到我们所要用的这个工具 那高老师刚刚所提到的呢 是这个 在这排工具箱里面的第二个 好 这个叫做 举行的选取画面工具 那在看到这个工具箱的时候呢 同学要稍微注意到每一个图示 如果它的右下角呢 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 表示说呢 这个工具呢 它是一个工具的组合 那也表示说 里面呢 不只是只有一种工具 而是两种工具以上 所以 同学在使用的时候 也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就是如果看到小小的三角形的话呢 要把它点下去 好 大概停留个一到两秒呢 它的这个选单 工具的选单就会跑出来 那我们的举行画面选取工具呢 就是在工具箱里面的这个第二个小图示 好 那点进来选好 举行选取画面工具之后呢 我们就回到上面的这个选项列 或是叫做属性列 那它是在功能表的下方 这一个横排的部分 好 那这个选项列 我们看到第一个 刚刚高老师所讲解的 这个选取范围的这个选项 总共有四个 那第一个 这个选项呢 叫做新增选取范围 那它的意思是表示 这个是选取工具的 预设的一个选项 那也表示说 我们在这个画面上 每一次的一个点选 一个选取呢 都是一个新的选取 它会取代之前的选取范围 那我们就 设定好以后 我们就到画面那个 工作区上面的这个图 影像呢 来稍微的示范一下 那选用这个 矩形的选取工具 在做选取的时候呢 我们是从左上角 往右下角的地方呢 做一个拖曳 好 那我们这个部分呢 我们先把这个 鸭子的头的部分呢 做一个选取 好 确定好这个范围以后呢 放开你的滑鼠左键呢 就会产生一个虚线的这个范围 那虚线的部分呢 就表示是我们目前所选取的一个范围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同样的一个设定是在新增选取范围 我们在选取那个鸭子身体的部分 那一样的动作好 做一个从左上到右下的一个拖曳的动作 好 放开滑鼠 那同学可以发现 现在画面上的选取范围 也就是虚线所框住的地方呢 是在鸭子的身体的部分 那刚才头部的部分的选取已经不见了 这表示我们现在的这个选取的这个范围的选项呢 是在新增选取范围 好的 这个设定上 每一次的选取都是一个全新的选取 好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这个选项列上面的第二个选项 增加至选取范围 好 那我们点选到增加至选取范围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做连续的选取的时候呢 每一次的选取都会增加到前面一次的选取范围 以我们现在的例子来看 我们的鸭子的身体呢 已经做好了一个选取 那接着呢 我再把这个头部的部分呢 把它选进来 好 那同学可以发现 刚刚所增加的这个头部的选取呢 已经好 包含刚刚鸭子身体的部分 这一整块呢 都有虚线 好 所框柱 表示这个是我们现在的选取好的一个范围 好 所以这个是增加选取范围的部分 那这个 如果你的选项在这上面呢 你可以一直做连续的选取 只要你框柱的部分呢 全部都会加到你的选取范围里头 好 再来第三个选项呢 好 它叫做从选取范围中减去 好 那我们选到第三个这个选项呢 就一样好 顾名思义就是表示说 我们接下来所选取的范围呢 它会把它从原来的选取范围中把它删掉 所以刚刚同学可以看到 我在这个画面上呢 我在右上角的这个白色的部分呢 我多选了一块 好 多选了一块这个白色的背景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呢 我选到了第三个选项 从选取范围中选去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白色的部分呢 稍微的做一个拖曳 把它选取起来 好 放开滑鼠之后 同学可以看到 好 这边的虚线已经缩回到 这个鸭子的头跟这个身体的 这个边界的部分了 所以表示 刚刚我做的这块选取的动作呢 是把它从原来的选取范围中 把它剪去 好 那最后一个选项呢 叫做与选取范围相交 好 那选到这个选项就表示说 它会在两次的选取范围中 好 中间有交集的部分呢 它只留下来当作真正的选取范围 以现在这个例子为例呢 我们的选取范围是在鸭子的头跟身体的部分 好 那接着我要把它中间这一段 就是嘴巴的这一段呢 再另外做一次选取 好 好 那放开以后同学可以发现 刚刚我在这个嘴巴部分的选取呢 再做了一次选取的动作 那它留下来的就是原来整个大块的鸭子的选取范围 跟第二次我的选取中间两次的选取呢 交集的一个部分呢 它只会留下来当作最后的一个选取范围 好 那在这边要强调的是 这四个选取范围的选项呢 适用于我们在这个讲次中 包括等一下高老师会提到其他的选取工具呢 它通通都会套用在所有的圈选工具里头 那接着呢 我们就请高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解 其他几个有关于选取工具的选项 非常谢谢 刚刚婉婷老师为大家所做的操作 接着呢 要为大家呢 再进一步提到呢 就是有关于呢 我们要谈到了这个相关的属性 就是样式 样式这个属性 那样式这个属性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来讲呢 也有三种 那我们很快透过投影片 来为大家呢 做这个介绍 那样式来讲 第一种的情况 就是属于呢 正常 这也是刚刚呢 我们所用的这个情况 就一般 那预设都属于正常的这个状况 也就是你要画什么 任意的一个形状呢 你拖曳都是你呢 你选取的这个呢 范围 接着呢 第二种 第二种的话呢 我们称为叫做固定外观比例 那在这里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我们可以设定 我们的宽度跟高度的一个比例 在画面上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们设定的话是3比1 就宽跟高度是3比1 所以你所拖曳出来的这个选取范围 都是按照这个呢 3比1这样的一个呢 比例来的拖曳 第三种呢 是属于固定尺寸 那固定尺寸上来讲呢 它单位当然就是 基本就是像素Pixel 像我们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设定为64x64 那你所做的这个选取 每一点选的话 它自动的话呢 就选出了所谓的64x64 这样一个选取范围 就固定了这个范围 其次我们再看下面一张投影片 在下面一张投影片里头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操作的时候的话呢 就采取了 假如说呢 那我们希望选取出一个 正方形的一个选取范围 前面我们是呢 那拖曳出来是一个矩形 假如你希望呢 拖曳出来的话 是一个正方形的话呢 那你需要先按住SHEW的键 按住SHEW的键 再做拖曳的话呢 就可以呢 产生所谓正方形的选取范围 其次 假如说呢 你希望是由中心点 拉出向外扩张的矩形选取范围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 前面我们在 出益的时候 他所拖曳出的这个呢 矩形 是由怎样 左上 那个点的那个地方呢 开始往左下角移 这种情况 你假如是由中心点要 向外拖曳出一个矩形选取范围呢 那叫记得要先按住呢 ALT这个键 因为要按住ALT这个键 再来我们看下面这一张 那这一张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 希望由中心点 拉出正方形的选取范围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要呢 同时按住ALT跟Shift键 然后的话 在拖曳的话 那他就会 由中心点拉出一个正方形的选取范围 刚刚所谓介绍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有关于 在我们提到呢 你在拖曳的时候 除了基本的一个呢 任意的一个选取 举行选取期之外的话呢 另外你也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一些正方形 或者说由中心点拖曳出来 这个部分先为同学呢 介绍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为同学做进一步的这个操作示范 刚刚为大家所提到的按住系列键 或是按住ALT 所产生的这个选取效果 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就马上请我们的助检老师 高婉婷 高老师 好 那有关于这个键盘快速键 怎么在这个 我们在做选取的时候 帮我们做一个辅助的使用 那我们就切换到电脑画面上 来看一下 好 那刚刚的示范 我们都是选用这个 矩形的选取工具 那接着的话 接下来的这个示范呢 我想要以这个 椭圆形的这个选取工具 来为同学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所以一样我们可以看得到 椭圆形的选取工具 在工具箱的哪里呢 就是在矩形选取工具画面的 这个工具组里头 所以我们把三角形点开来 那可以看到第二个项目呢 就是椭圆形的这个选取画面工具 那我们点选到第二个 这个椭圆的这个选取画面工具 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回忆 刚刚高老师所提到的 键盘的快速键 怎么来帮助我们做一个选取 第一个是所谓的Shift键 好 所以我的这个键盘上面 按住Shift键以后呢 在这个画面上呢 在拖曳出我们的这个选取范围 那同学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刚刚选的是椭圆形的这个选取工具 可是我现在按住Shift键以后呢 不管我的这个拖曳的这个大小呢 滑鼠拖曳的大小是大还是小 它所拖曳出来的这个选取范围都是一个正圆形 好 那刚刚高老师的说明 它是用矩形的选取工具 所以拖曳出来就是正方形 好 那再来第二个呢 是按住这个键盘的Auto键 好 按住这个Auto键以后呢 再用滑鼠去拖曳这个选取范围 那一样我按住了Auto键 再去做拖曳的动作 那同学可以发现 这个时候呢 我所拖曳出来的椭圆形的这个选取范围呢 它是从中心展开的 就是由圆形 从圆形的或是椭圆形的中心往外去扩展的 好 那第三个呢 就是刚刚两个快速键的结合了 就是同时按住Auto键跟Shift键呢 然后再去这个画面上做这个选取的动作 那一样的道理 它就是从圆形所展开来的正圆形 好 那这三个 这三种方式的这个键盘快速键呢 不只是适用在这个椭圆形的这个选取工具 在刚刚高老师所提到的 矩形选取工具 也是一样的这个使用方式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就为同学示范到这个地方 刚刚婉婷老师为你们所做的这个demo 就是提到呢 用椭圆形的工具 那至于这个部分呢 我们再透过呢 我们的这个投影片 再为同学呢 做一个呢 二要的 简单二要的一个呢 顾习 解决说这个椭圆形选取画面工具呢 选取之后的话呢 我们最基本的 最开始可以画出一个 另一种的呢 椭圆形 另一个椭圆形 好 下面我们来看 只要你要想要 要绘制一个正圆形的话 不是椭圆形哦 正圆形的话呢 那你按住Shift键 按住Shift键 就可以画出一个怎样 正圆形出来 再过来一种情况 就是按住呢 Alt键的话呢 那你画出来的话 就可以从 圆形点向四周 所谓向四周 就是向外扩张的呢 拉出一个椭圆形 那假如说 在Alt键跟Shift键 同时拉的话呢 Alt键跟Shift键 同时拉的话 那就可以从 圆形点 拉出一个呢 正圆形的这个 显起区域 正圆形的显起区域 那这个部分刚刚呢 示范的非常的清楚 我们再来看一个水平单线 显起画面工具 这个水平单线 显起画面工具呢 就是在画面上 我们去显起一个直线 那个这个直线的这个宽度 它的宽度是一个Pixel 所以点显的话呢 所以点显的话呢 它就自动呢 在画面上会显起一个呢 水平的一个单线 显起画面工具 在其次 还有一个叫做垂直 垂直单线 显起画面工具 那跟刚刚水平 刚好相反的话呢 我们在画面上 点显的话呢 在点显那个地方 它就会显起一个呢 直线的 直线的一个显起区域 那它的这样 它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范围大小呢 也是一个Pixel 在下面我们再看 下面一张投影片 这张投影片 投影片看最左边 就可以了解 这个部分就是属于那 魔术棒工具 魔术棒工具 在魔术棒工具这里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右边有一个隆起度32 这隆起度32 就是代表呢 我们呢 显起这个颜色的 近视度的这个大小 那我们看 下面一张投影片 来做一个判断 在这张投影片 来判断的话呢 就是说 我隆起度设定为32 设定为32 那记得 我这边打勾 也是一个叫做 联系的 叫联系的 那这个时候 我点显的话呢 我所显起的范围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显起的范围 然后呢 在同个地方 我们再用另外一张投影片 当我呢 这个隆起度 由32 改为100的话 也是说 隆起度 扩大的话呢 那点显相同的位置 那我所 选起的范围呢 跟着呢 也越高 也就越高 再过来 我们再用另外一个例子 来介绍 这个连续的的意思 在现在大家有看到 这张图上面呢 我用连续的 有勾显 有勾显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点显了眼睛的黑色的部分呢 它只点显了 左边 左边的眼睛黑色的部分 假如下面一张 下面一张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 我把那个连续的地方不勾显 那我一样点显呢 左边眼睛黑色的部分 大家同时会把 左右两边的眼睛的呢 黑色的部分呢 都加以选取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呢 有关于啦 选取工具啦 魔术棒工具里头 有关于容许度 跟连续的 勾显不勾显的这个差异 那这个部分 我们再请我们的助讲老师 为大家呢 做一个操作示范 好 魔术棒工具呢 对于我们在选取上面的应用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尤其它是针对于 色彩相似度高的这个 范围在做选取的时候 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 那我们就把画面呢 切换到Photoshop的视窗中 来看一下魔术棒工具的应用 好 对于魔术棒工具的使用呢 一样我们一样 要先在这个工具箱里面呢 先找到魔术棒这个工具 那它是在这个工具箱里面呢 从上面数下来第四个 有一个很像仙女棒 或者是我们叫做 魔术棒的这个图示 好 然后一样它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 所以它一样有两个 一个是魔术棒工具 跟快速的选取工具 那这边的话 我们确定是魔术棒工具 好 选好工具以后呢 一样就是把这个焦点呢 放到我们的这个选项列上面 我们有看到有两个 这个选项 对于魔术棒的使用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容许度 好 容许度越大呢 表示它所选取的 这个色彩的相似度 颜色的范围就越大 好 那我们以这个例子 好 它的预设值是32 然后我们直接就在这个 这个影像上面呢 去做一个点选 好 那我们在这个 鸭子的头上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点选 那同学可以发现 它所选取的范围呢 一样就是虚线 所框柱的地方 它非常的有限 就是在这个鸭子头上的这个部分 好 那接着呢 那我们把这个容许度呢 调高一点 调到135 好 调到135 然后呢 我们做一样的动作 就是在这个鸭子头上 再去做一个点选 那同学可以发现 现在呢 这个 这个用虚线框柱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整个鸭子的身体的部分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同学就可以看得出 容许度 它的大跟小呢 好 对于一个影像的这个 色彩选取范围的一个影像 再来第二个部分呢 是有关于连续的这个 这个选项 当这个选项被勾选起来的时候呢 表示这个选取范围呢 只会针对 临近的像素 去做颜色的一个比对 那如果说超出了这个 所设定的这个容许度的范围的话呢 那它选取的动作就会停止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样用眼睛的部分 来做一个示范 那我们把容许度先调回到这个32 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先在这个右眼的地方呢 右眼的这个眼珠的地方呢 去做一个点选 那同学可以看到 目前所选取的范围呢 是在这个鸭子 我们面对它右眼的这个部分 好 眼珠的部分 那接着呢 我们把这个连续的 好 把这个勾勾把它拿掉 好 然后呢 我们一样再去做一次点选 好 在这个鸭子眼睛的部分 同学我们发现 刚刚只是把右眼的这个 黑色眼珠的地方呢 把它选取起来 那把连续的那个勾勾拿掉 表示它会在整张影像去做搜寻 所以现在连左眼 好的 这个黑色眼珠的部分 也同时被选取起来了 好 那有关于这个魔术棒工具的示范呢 我们就到这边 像刚刚所讲到的容许度 跟连续的这个部分的属性的设定 相信呢 看完操作示范之后呢 同学应该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最后一种工具是属于套索工具 那实际上套索工具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有三种 一个就是一般的这个套索工具 另外一个呢 叫做多边形的套索工具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属于呢 磁性的这个套索工具 磁性套索工具 那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这三个工具来讲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比较简单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 同学的话 就可以参考课本里头呢 相关的这个呢 示范 课本里头有很多的这个例子呢 同学可以参考 我们今天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就不会同学呢 做实际的这个操作示范 那事实上来讲的话呢 今天我们所提到的 几个工具里头 有矩形 有圆形 有单线 这些垂直 水平单线 另外还有一个魔术棒 那此外套索工具 同学也可以呢 自己试着 再操作练习一下 那基本上来讲 今天我们为同学所做的 说明呢 就到这个地方 非常谢谢同学的这个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我们下个礼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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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